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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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所设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 日前在网站公布了卫星图像显示 越南对实际控制的10个南海岛礁进行了建设 填埋面积超过0.48平方千米 报告指出美国曾要求越南停止相关建设 但遭到越南拒绝 美国专家表示奥巴马下周访问越南时可能会一视同仁 在要求中国停止南海建设的同时 也会要求越南停止相关行为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展开任内首次对越南的访问 而南海议题也会在议程之上 据悉美国还将会帮助越南 加强海山权能力方面的建设 凤凰卫视 王宾如 黄卓 华士能报道 而专家也进一步表示 奥巴马应该不会在访问越南期间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 但会在提高越南海上预警等能力方面提供帮助 总统奥巴马将展开任内第10次亚洲行 他也是访问亚洲次数最多的美国总统 据悉 奥巴马将于23号抵达越南首都河内 这是继前美国总统小布什以及克林顿之后 第三位在任美国总统访问越南 美国专家表示 此次访问将主要聚焦于两国未来的互信与合作 议题包括了南海安全合作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 而对于备受关注的越南武器禁运 专家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 专家指出 与美国的军售相比 日本 韩国 俄罗斯等国家 与越南的军售协议程序更简化 价格也更具优势 结束越南的访问后 奥巴马将会前往日本出席七国集团峰会 专家认为 会议将聚焦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反恐等国际议题 而少了俄罗斯的七国集团可以进行更为坦率的磋商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葛林表示 过去二十年几乎历任美国总统都在任期结束前访问了中国 这次奥巴马也不例外 九月 奥巴马将会前往中国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 这是奥巴马任内对亚洲的最后一次访问 葛林指出 虽然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后 美国总统再次访问日本 但日本方面仍然会担心奥巴马政府与中国任意密切的关系 我认为日本仍然会有一个经常的疑问 美国总统和总统会被决定 终于他的政策和大美国的主题 而美国总统的最后旅程会到中国 为这个总统的总统 我认为是在美国总统的心中 我认为是在阿贝的心中 凤凰卫视 网冰如黄卓 华盛顿报道 08以及12奥运全机冠军周世明 日前来到洛杉矶进行一个月的封闭训练 6月11号他将踏上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 与匈牙利拳手阿伊塔伊进行一场十回合的较量 邹世明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拳击48公斤级冠军 也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拳击49公斤级冠军 从2013年1月正式转入职业拳坛 邹世明经历了六连肾的顺风顺水 也遭遇过去年3月职业拳赛金沙激战的西败 今年1月重返拳坛 再次赢得胜利的他将以35岁的高龄征战美国 这是邹世明职业生涯第一次出国征战 也将是有拳坛卖家之称的麦迪逊花园广场 第一次迎来中国拳手的身影 如果他能够战胜对手 19岁的匈牙利选手约瑟夫阿伊塔伊 邹世明或将在今年秋天向世界拳王头衔发起挑战 目前邹世明正在洛杉矶著名的拳馆外卡训练营 在明星教练弗莱迪·罗奇的指导下进行系统训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呼浩特民族演艺集团表演的舞剧马可波罗传奇 在温哥华完成了一连两场的巡演 让中家两国的观众一睹中国内蒙古艺术的魅力 在观众络绎不绝的掌声中完美受关 马可波罗舞剧讲述了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 于1921年随父亲沿丝绸之路 到达东方并担任元朝官员 在中国游历17年经历了一场凄美爱情的传奇故事 西方人以及东方人都探旨为官 然后是一份亲戚的文化对接的交流 五月份是BC省的亚裔文化乐 这个乐的主题就是丝绸之路 所以我想马可波罗这个剧目 和我们亚裔文化乐这个题目 丝绸之路很贴切 40位舞蹈演员通过精湛的舞姿 结合内蒙古艺术特色 及杂技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 以欧洲人的视角描述东方文化魅力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多元化的融合 剧目我想马可波罗一定会给 所有的加拿大人民带来震撼 马可波罗传奇大型民族舞台剧 由国际多元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 有关收益将全数捐赠 用于发展多元文化 及帮助失学和贫困儿童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演出 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及发展 凤凰卫视李东尼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 美洲快讯的具体内容 美国国会定于这个星期就债卡病毒疫苗研发问题 讨讨论相关的举掌 债卡病毒导致小头萎缩症 就是说染上该病毒的婴儿出生时 头部比正常婴儿的要小得多 而且大脑发育也不健全 大脑的不健全最终会影响整个人的发育 奥巴马总统建议拿出19亿美元 用于相关疫苗的研发 以及蚊虫的控制 并且协助其他国家抗击债卡病毒的侵袭 不过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认为 19亿美元这个数字过大 所以拒绝了批准相关的开支法案 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 星期一建议拿出6亿2000万美元 用于债卡疫苗的研发 以及国际间的蚊虫控制和防疫工作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鸡蛋市场报告 近日纽约籍全美的鸡蛋价格连续下降 5月16日 纽约地区一箱大鸡蛋的批发价格 每打只需60分左右 一些零售店出现了 一打大鸡蛋仅售66美分的超低价 比去年每打2.69美元至2.95美元 降幅不可谓不巨大 原因一是鸡蛋价格经历了去年的停留感之后 养殖户积极养殖新一批的小鸡 新的蛋机陆续缠淡 市场供应较为充足 25月份很多家庭外出旅游 开始夏季度假 市场需求减少 价格自然下降 美国举行保障网络安全大型演练过程中 约有1.4万名黑客 尝试入侵国防部的网络系统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16日表示 名为黑掉五角大楼的项目 自4月下旬启动 至上周结束 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对演练的结果非常满意 他表示 此次演练参与者从志愿参加的美国公民中选出 演练有利于发现漏洞并制定应对措施 以确保五角大楼的网络系统 库克明确表示 在尝试突破国防部网络防护系统过程中 表现出良好机敏度 特别突出的黑客将获得奖励 此次非常演练的总结工作将在6月进行 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长贝恩斯16日宣布 加国宇航员顺雅克将在2018年11月乘坐俄罗斯联盟号火箭 飞往国际空间站轨道实验室 展开一系列科学实验 机器人任务和展示技术等 加拿大航天局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这将标志着加拿大宇航员队伍的第17次太空飞行 46岁的天体物理学家 工程师兼医生圣雅克是魁北克省人 他将在为期6个月的首次太空探索任务中 发挥出他的多项专业知识 在圣雅克之前 加拿大宇航员哈德·菲尔德 曾在2013年担任国际空间站指挥官 是首位加拿大级国际空间站指挥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一起来看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香港友政党17号于深圳海关会面 讨论临近深圳的香港北区水货客问题 他们在会后表示 在深圳海关拘捕的水货客中 香港居民的人数有上升趋势 香港民建联早上于深圳海关会面约一个半小时 并引述深圳海关指 深圳各口岸平均每日约有63万人次过关 去年拘捕的水货客中香港居民占大约三成 但到今年首季香港居民已占到一半以上 民建联在会上也提出了四点要求 包括两地海关需要恒常交流 以及希望公安部门加入执法等以打击水货活动 又表示会上并没有讨论到应否放宽一千多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7日会见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以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听取工作汇报 张德江17日傍晚还出席了梁振英在礼宾府设的晚宴 张德江抵达礼宾府时 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夫人唐清怡在门外迎接 张德江在晚宴前在礼宾府的纪念册上提字 获邀出席人士还包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雅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 国务院副秘书长江泽林 以及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 以及广东省和深圳市的高层官员 美国国会16日首度通过决议 确认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在台美关系上 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对此台湾涉外部门表示感谢 六项保证是1982年由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所提出 内容包括美国不会设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 还有不会修改美国关系法相关规定等 涉外部门解释 美国众议院这项决定等于提升了六项保证的重要性 强化美国对台湾的各种承诺 不过通过的时间点正值蔡英文520就职前几天 国民党立委做出了解读 认为这是马英九政府推动活路涉外关系和稳定两岸关系所致 呼吁民进党上任后不要成为麻烦的制造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二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二走势早是开盘呈现下跌 跌开之后全天一路走低 盘中导致跌幅最深的时候超过200点 收盘时三大指数跌幅略未有所收窄 但是也是纷纷与下跌作收 市场在星期二高度关注的是石油价格 以及美国的经济数据 美国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4月份的消费户价指数出现明显的上升 去年同比上升1.1% 而刨去食品和能源浮动性比较大的核心指数 环比上升0.2% 同市场预期基本相符 所以有券商就表示 这个升幅的速度可能在年底之前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目标 能够达到联储的预期 所以很多券商就纷纷猜测联邦准备局 有可能在六月份就采取体系动作 那么在当天还有两名的联储官员发表讲话 他们分别都表示联邦准备局 不应该按照市场的意愿决定货币政策 并且根据目前的经济状况 不排除今年联储提起两次 甚至是三次的可能性 这番假话使市场产生了一个恐慌性的抛售 所以盘中跌幅加深 厚姆迪宝公司加德宝公司 虽然是盈利和零业额都超出市场预期 而且对前景也是提高了预期 但是在星期二成为拖累大凡指数 特别是道指明显下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个股 而其他类股方面是消费型类股 零售类股持续走低 交通类股是涨跌互鉴 银行类股也是涨跌互鉴 总体来说 华尔九肖市场在星期二是官方气氛浓厚 市场担心联储政策会在近期有收紧银根的可能性 所以获利回头抛压沉重 以上的星期二情况 方黄一时旁者 纽约报道 一切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传统艺术品的全球价格飞涨 导致古董市场震荡较大 古玩界的新贵高古域 最近是越来越受到收藏家们的关注 高古域一般是指战国和汉以前的域气 以和田域为主 多数是帝王将相达光贵人使用的域 从域的用料 制作的工艺 文化气息上来说 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内涵 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认识度不断提高 不能再生的高古域气将产生巨大的生殖空间 5月21号 洛杉矶每家古董珠宝拍卖公司 将邀请著名高古域鉴定专家周树荣博士 为各界收藏家带来一场精彩的 中国高古域气赏息讲座 届时 周博士将带领大家走入高古域气的世界 使大家对于高古域气的投资不再盲目 来介绍给收藏家也好 完全不懂古董的朋友也好 来认识我们几千年前的中华文化 在这次的高古域气赏息讲座上 玉石专家将与大家分享 包括出土古域与博物馆 考古所固房 考古遗址实地考察照片 还有考古出土古域残鉴 古域收藏品 以及防古域气实物对照分享 最后还会为民众提供免费的预期鉴别 凤凰卫视前立涛 洛杉矶报道 一起来看明天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